庄星货车司机掉漆,洒的一路油漆,导致三名机车骑士摔伤。 记者林宝光翻社,分享,高雄市庄星货车司机昨天在运油漆,不顺漆筒掉落,洒的一的油漆,却没留下来处理,反而开车离去,导致后来三名男女骑车经过满市油漆的路面,摔的人仰马翻送一。 警方找到庄星对他开出最高可罚9000元的罚单。 警方了解庄星货车司机,43岁,昨天满载油漆,开车经过高雄市林亚区三多一路高速公路寒洞下,因每捆劳车斗上的油漆筒,置四个油漆筒掉落路上,撒的其中一车道约10公尺满市油漆,他下车将油漆筒搬上人行道后,便开车离去。 不久,吕姓,称姓二男子和一名方姓女子骑机车路过满市油漆的路面,三人先后连车带人滑倒,手脚擦伤,方女孩撞入牙齿,报警处理。 三人经救护车送往国军高雄总医院治疗已无大碍,警方赶紧封路,请环保局清洁队赶来清理路面油漆,才解除道路危机。 警方调阅监路画面,查出张姓司机调漆肇事,找他道案说明,装称当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,又赶着送货才马上离去。 警方易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,汽车所在货物蜃漏,非散货气为恶臭,对张姓司机开出罚单,可罚3000元至9000元罚还,因而致人受伤者,可掉扣驾照一年。 高雄市景陵雅交通分队长李仲珍表示,驾驶人因车辆掉落油漆,一时无法独自处理,就应该马上报110,由警方到厂疏导交通,警方会通知清洁队协助清理路面,不能置之不理,否则,致人伤亡还需负过失责任。 装性司机掉漆后,把漆桶搁在人行道就离去,记者领保光翻射,分享,装性货车司机掉漆,撒的路面一片漆字,记者领保光翻射,分享,清洁队员赶紧封路,清除路面油漆,记者领保光翻射,分享。